2024年 农历春节和葬历新年 是扎西央宗和王勇共同度过的第30个新年 自1994年相识 次年申领结婚证结为夫妻开始 这对生活在西藏山南市穷节县 下水乡 堂步其村的藏汉联姻家庭夫妇 至今30年患难与共不离不弃 用爱温暖彼此 我们这边修那个水局吧 王勇来自四川 起初他为穷节县农牧民修建水局项目来到西藏 后来他又为勤劳贤惠的扎西央宗决定留在西藏 并把家安在了穷节 成为名副其实的藏家女婿 在那时 由于父亲的早逝 刚满21岁的扎西央宗要帮助母亲照顾四个妹妹 家庭条件十分困难 即便如此 王勇并没有因此放弃婚姻 反而义无反顾地担起妻子一家老小的养家之责 在1995年和1998年扎西央宗和王勇先后有了女儿和儿子 夫妻二人过上了儿女双拳 其乐融融的甜蜜生活 2013年扎西央宗的女儿正读大学 儿子也考上了理想的高中 王勇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工地上忙碌着 扎西央宗则在家相夫教子 一家四口看似平淡的生活 却充满美好与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 就在当年 王勇在工地上突发疾病 倒地不起 此后 扎西央宗带着丈夫多方求一无果 最终王勇双目失明 双耳失去听觉 扎西央宗曾为被丈夫百般呵护的娇妻 但丈夫生病后 她成了全家人的依靠和顶梁柱 在此后的十年间 扎西央宗每天晚上走街串巷 到山南市的酒吧 KTV等夜场卖花挣钱 供子女上学 只双双大学毕业 白天则回到家里无微不至地照顾丈夫 让她找到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 扎西央宗告诉记者 只要丈夫在 她就是丈夫的耳朵和眼睛 近日 当记者来到扎西央宗的家时 王勇正躺在阳光房的葬式床上 此时 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室内 温暖如下 而家里的客厅 厨房 庭院 甚至卫生间等一尘不染 整个家庭干净整洁 充满温馨 在扎西央宗家大门口的墙壁和门梁上 贴满了民族团结友好家庭 美丽家园 幸福人家等标牌 其中被立在大门一侧的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标牌最为醒目 近年来 扎西央宗荣获西藏自治区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其家庭被评为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 2021年7月 入选全国孝陋爱卿模范候选人名单 同年11月 荣获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在诸多荣誉背后 扎西央宗和王勇 用他们真挚的爱与坚守 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 让生活充满活力和富有色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